欢迎关锻 欢迎提醒本期视频是快乐的挖掘机 如果你在看视频的过程中挖掘到了快乐 突然笑的不要不要的不要慌 只要吃火龙果就能自愈 听说黄衣之主的皮肤很撩妹 皮肤上还有一朵花 我没民作穿透 哥哥的岸上走 恩恩爱爱千山方悠悠 那这局龙哥哥就带着粉丝们一起去照亮黄衣之主的美 单纯一个求生者用手电筒照亮还是有难度的 我们的野人粉丝已经忍不住要拱火龙果了 他也不冷静了 还连续拱了两次 在联合的鬼屋中有两个监管者想要照亮监管者的美 还是要寻找机会的 我们先尝试亮下蜡像丝 而蜡像丝一看我们拿着手电筒 马上头也不回到头了 他觉得他不美了 但是魔术师突然给蜡像丝一枪 趁着蜡像丝在眩晕中 我终于照亮了蜡像丝的美 后面拉下是一看到我 抬起了手电筒 马上就回头跑了 这都传到求生者追着监管者的游戏了 蜡像丝没闲着 用火龙果出手把楼梯口给封了 我们既要拆吃火龙果 又要照亮监管者的美 现场一路尴尬混乱 咒术师突然出现了 开始用咒术麻痹蜡蜡像丝 终于在触手的分析之中 龙哥哥的医生用手电筒 杀一下了黄仪之主 最后我们想给黄仪之主办一个演唱会 大家一起照亮他 咒术师的麻痹咒术 让黄仪之主在众多求生者的手电筒下被照亮了 波族师的麻痹 甚至为众所库不输 igi 你这家運棋 Auschwitz 第二 fitness program 0天公斤 裁着 4天公斤 6天公斤 两只乌龟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龟壳 还带着土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